那先介绍一下,你是西宁小S是吧? 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青海西宁的艾文慈 看过,就是一直在追小说北童节目的应该便是我 但是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我们很高兴地在这个地方相遇 你过去是一个什么网红是吧? 其实真的不是网红 就是因为一部视频是跳那个,你是作为一个军人身份跳舞 所以跳那个妹娘什么舞蹈,后来就一下子在那个首页上的优酷 还是什么网站首页上走红的那个,是吧? 对,就是跳了一个比较激烈的舞蹈 咱们是通过一年多前你看我的视频认识的是吧? 对,就是通过油管上你的视频认识的,后面你不是来青海旅游吗? 对,咱们顺便就见了一下面,你不是也做了一个采访 就是这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是Ivan's 然后今天想聊一个什么话题,来呢? 今天就是想聊一下同志圈中为什么男群未到真爱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话题 就是前段时间跟朋友去会喝醉酒回到家的时候 就是大家都醉了,但是就唯独是我是情形的 这种时候是最痛苦的 然后你回到家一个人的时候,你的这个情绪就会被无限的放大 那其实回望自己的这个感情经历,应该有五到六年的空窗期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或者是没有找到那个对的人 所以说希望在这个地方能跟大家一起聊聊这些事情 是怎么产生的? 其实我也有深有感触,我不也有十年的空窗期吗? 也没有深究这个原因 那你是怎么看呢? 为什么很多人找不到BF? 其实我觉得有这么几点,我们先从第一点开始说吧 当然这个肯定就是个人看法不能代表全部 就是跟大家共同探讨一下 第一点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生理结构吧 因为... 生理结构 对,因为像这个群体 它有男童有女童嘛,对吧 虽然说男童和女童 从本质上来说其实都一样 但是性别确实还是不一样的 那举个例子就是 很多情况下我们就是身边认识一些女童 觉得她们的感情还真的是比较真挚 而且处的时间也会比男童要时间长一些 对 那其实我觉得从生理角度来说的话 男童终究是男人 所以说 男人嘛 终究还是 喜欢追求自己新鲜的东西 对于有一些已经到手的东西 他们不懂得珍惜 当然性格这些也是有一定的原因 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生理这一方面 我觉得是占有比较大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中国这个社会 它就是男尊女卑 认为女的出轨好像是 特别的那个特在乎这个事 就觉得这个女人不忠贞 会受到道德的谴责 但是你要一个男人去出轨的话 很容易对吧 而且大家也不会去批评 过多的去批评他 那么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结果 就是说女人她还是挺守本分的 大多数人守本分 但是男人不是这样 而你同志呢 又是两个男人 那这两个男人就很容易造成 感情上出现问题以后去出轨啊 去找小子一种情况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男人 男和男之间的感情 还不如男和女之间的那种感情 那么稳定的 而且男的女孩有一个婚姻在那约束着她 对不对 对 有那一个那个结婚证 虽然说她也起不到什么太实质的作用了 但是毕竟她还是有法律的保护 对 所以我就觉得是这个 所以说我觉得真的 有一大部分真的是生理决定 第二点我觉得是因为这个社会充满了太多的诱惑 而人又是一个特别难拒绝诱惑的一个生物 因为就像七八十年代 包括九十年代 没有太多的这种社交媒体 也没有太多种场合认识相同的人 所以说当你的生活当中出现了一个这样子的人的时候 你会万分的珍惜 对吧 因为觉得很难得 但是现在这样子社交媒体非常发达 网络特别发达情况下你就选择很多 而且每个人的这个审美观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有的人他就会觉得现在审美的主流就是一定要有这个肌肉 对吧 然后要长得好看 身材要好 所以说在这样子一个充满诱惑的时代 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得起诱惑的 因为人中就是一个欲望动物 他这个东西都是永无止境地去追求 你觉得呢 我也是说两点 就是说现在社交软件吧 虽然说国内你看社交软件比较单一吧 就Blue的和Aloha主要是吧 嗯 这两个软件现在控制挺严的 就是不让去不鼓励那些就是无套的 新爱阳 约炮啊什么 对这些就是黄图这种限制挺多 但是现在好多人不用那个翻墙出去去看那些推特吗 在推特上有很多的小黄网黄吗 看那些东西上映了以后吧 你就会觉得你自己可能在找BF的时候 你就就会提高自己的要求 老觉得还是不符合你完完美的那种想象的那种理想的类型 对吧 还有这种比较 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社交软件太容易让你获得到那种就是满足感了 而且你随手一拿这个小软件上面 好多都是在那播放那黄片啊什么的 我觉得哎 现在真是你要想找一个固定的找一个真正能够专一的人太不容易了 所以我说要找着一个赶紧珍惜吧 哈哈 对对对 就像我啊 我举个例子啊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就是I have friend it's now me OK 他其实每次走大街上就会被不同的那种型男所吸引 然后左顾右看左顾右看 但是他看的越多 他会慢慢迷失自己究竟是想要找一个什么样子的 就最初他可能只是想找一个对他很好的就够了 对对对 但是呢就是慢慢慢慢他找到一个对他很好的时候 他又会觉得这个人的这个性格脾气包括长相会不会再完美一些会更好 所以他就会不停的陷入自己的这个怪圈 久而久之就一直会单身下去 第三个我觉得是 第三个啊 地域吧 嗯 中国嘛 这么多城市你们它有大城市有小城市 对吧 对那在像我生活这个城市的话 它其实属于一个三线城市 嗯 那三线城市的人口它本身就不是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说这个人口技术达不到的话 其实这个群体的技术也会很少 来来回回就是那些人 你可能今天晚上约了一个炮 第二天整个圈子都知道你昨天晚上约炮用的是什么姿势 你现在西宁是多少人口啊 现在大约呢 西宁应该是两百多万 两百多万 那就一百万男人呗 就按照百分之五的同性恋来算 那也应该是就五万人呗 是吧 那还分布在城区里边可能也就三两三万成死了 那有一些已经都结婚了 或者说年龄比较小的咱们去排除 那就在这个年龄段里 你合适的这个年龄段里我估计也就几千人 是吧 对 而且其中有很多都是没有出柜 或者说一直潜藏在最深处的暗昌 暗昌 深柜 对 第四点我觉得是 第四个 嗯 社会压力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社会压力是这样子的 就是因为在中国像同志群体的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受到法律的保护和认可 明白 当然传统观念也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同志的话 首先出柜都已经很难了对吧 对 你又怎么可能说在这个社会压力之下 你能够找到一个非常跟你一起并肩前行的一个这样的情侣呢 就很多那个gay 他到最后的这初就是会选择结婚 结婚的话他肯定会有两种 一种是行婚 还有一种就是找正常女人去结婚 嗯 但是其实我知道很多同志他找了这个正常女性去结婚以后 他不是说完完全全就能够从这个圈子里面逃离出去 或者脱离出去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有时候就跟 就是一种隐 就是你虽然说结了婚 你觉得自己有责任感 你有了孩子 有了家庭 不代表你可以从这个圈子里面这样发现就跳出去 对 我其实也深有感触吧 就说现在 我听到很多人说 说现在小孩你看成都那边街头上好多人都可开放 那毕竟人家是孩子嘛 是吧 孩子都有这种叛逆的心态 当他长大了 再过十年二十年 到这个就是为人父为人母的这个阶段 那你还能够像以前这么叛逆吗 在中国的很多的国企啊 事业单位 你想生存 你必须要隐藏自己的很多东西 你必须要符合这个社会的这种所谓的正就是主流的文化 不可能做到就完全的叛逆 所以说我我知道很多这种结了婚的这个同事 他们其实上软件上社交媒体其实都是很小心的 首先他不会告诉你他结了婚 其次他也不会发任何他的照片或者视频给你 我认识一个就是我们的我们的一个朋友也是结了婚40多岁一个出租车司机 他是做出租车司机的 后来他就是在被他是在郊区哈就是蜜云平谷那边的郊区住 然后他就是每周一到周五工作在北京的朝阳区自己租了一套房子养了一个男友 然后每周末的时候他就回去回去之前要把所有的微信QQ Blue的这些什么是社交软件全部都删一遍 然后回来之后再把这些东西全部都装一遍 就是这样每周都是如此循环往复 我觉得过得挺累的 而且他的你能说他家里家庭发现不了吗 我觉得不安全是 但是这也是一种生活状态吧 就是在家缝当中生存 选择这种就是做两面人 这样的人挺多的 尤其是以中年30岁以后35岁以后为主吧 这样的 对 我跟你讲小叔 其实我在我以前 就是在我前几年的时候 我其实还真的比较喜欢大叔 但是这几年我真的发现 大叔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群体 怎么可怕 其实怎么讲 我不能说所有的大叔都是坏人 但是真的有相当一大部分的大叔 他的手段或者包括他的一些方法 会让你一直一直的 就把你什么再鼓励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因为大叔的这个眼界 包括他的情感经历 包括他的做人处事 都比你要高明很多 所以说他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 对对对对 所以说他会用你的这个弱点去征服你 但是当你到最后发现 所有真相的时候真的是一切都已经很满了 所以说我这几年找男友 我的标准就是不能太过于大 就是超过40我会认真考虑一下 第五点是我觉得是个人问题 第五点个人问题 对就其实以我做例子 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我的这个例子 因为我单身时间比较长 然后有五六年时间了 在最初的时候 其实我会保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我会觉得天下的男人的眼都死绝了 或者说所有人的眼光究竟有多差 像我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普遇 竟然没有人过来收集 或者没有人看到我的光辉 我觉得是别人的错你知道吗 但是当你慢慢成熟了以后 你会重新损失这个问题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你现在一直找不到对象 那我审视的原因就有这么几点 第一点我觉得就是 我其实属于一个特别龟毛的人 就可能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会有一些所谓的底线 和一些你没有办法去触碰的这种东西 我打个比方 就如果说你经常不爱洗澡 或者说你做了饭以后你不洗碗 或者说你把这个灶台弄的乱七八糟 我心里面就会特别的神奇 这个就是心里面的那种 毛病有点太多 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毛病 第二点我觉得就是一个人时间久了 你慢慢会排斥两个人的时间 就是你从内心深处来说 你可能还会想找一个对象 找一个伴侣 但是在更多的时间情况下 你更享受的是一个人的生活 我就拿最简单来说 我最初的时候晚上睡觉 我希望有人抱着 我觉得特别有安全感 但是后面慢慢发现 我不需要有人抱着我 就是晚上有人突然抱着我 我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舒服 不自在 再者就觉得 可能对于这个择偶标准 有些吹毛求刺 就比方说 我可能从内心来讲 我就想找一个对我好的人就够了 但是我的内心深处又告诉我 对我好这个是必须的 但是我觉得最起码长相也得过关吧 OK 长相过关了以后 你又得要求他性格要好 对吧 性格要好的同时 你又要求他能抽出多一点的时间去陪你 所以说这个东西它就是 一个死循环 就是你想要第一个 你又想要第二个 你又想要第三个 但说真的哪有世界上 哪有这么十全十美的人 这种十全十美的人 凭什么要让你遇见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我觉得 如果说现在你单身 我们一起来审视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是对方 你愿意跟自己这样子的人去交往吗 而且这个交往的欲望有多大 而且交往的时间有多长 你要去重新审视一下这个问题 如果你重新审视了你这个问题 重新看清了你自己的时候 我觉得有些问题真的会营然而解 我再补充一下最后一点 对 你再补充一下 最后一点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你知道我们这辈子都会谈很多恋爱 对吧 都会遇见不同的人 那不能保证所有的恋爱都是美好 都是快乐的 所以说我们 就因为那句话 谁年轻的时候 没有喷见过几条狗 是不是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小叔 就是我们通常 就是在自己最美好的年纪 就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部分 已经诱完了 嗯 什么意思 就是我打个比方 就是现在你这段时间 你谈了一个对象 嗯 但是这段感情 其实给你的回忆 给你的这个印象 并不是特别好 它耗费了你所有的东西 包括你的时间 包括你的热情 包括你的感情 把你的这个激情给耗没了 前一个是 耗没了同时 然后你会遇见下一个人 但是下一个人 有可能是对的人 嗯 但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 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部分表现出来了 嗯 因为已经在前一段时间 你已经诱完了 嗯 所以说这个时间 对于下一个即将出现的人 其实是非常不公平的 我觉得是 嗯 好我总结一下我说的五点 第一点呢 就是生理 第二点呢 是现实充满了太多的诱惑 第三点呢 是社会 社会 第四点呢 是地域环境的原因 最后一点是自身的原因 自身的原因 然后还有一个你就是说 就是棱角逐渐的消磨掉了 是吧 就是感情 对就是 你已经被这个无情的社会所 消磨掉了你最好的那一部分 你考虑异地的吗 异地恋没有 嗯 其实我跟你讲 我也会 考虑异地恋 我是这么想的 因为其实啊 我现在等于说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 好吧 所以说如果说要是异地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伴侣 就值得的人 嗯 我觉得是可以考虑 嗯 两个人去到对方的城市去发展 你说是吗 好 然后今天最后一个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就是 嗯 关于就是这个网络上的些喷子 我们应该怎么去 怎么去处理它 又有网络喷子了 呵 不是你知道吗 就是最近我我感觉 我跟你说个事件啊 这是真实事件 嗯 最近我在微博上看到了一个 人发了一条微博就是在一个深圳的一个流水车间里面 嗯 一个男工人给一个女工人在告白 嗯 可能不是求婚就是在告白你知道吗 嗯 但是当时这个女工人就是毅然决然地选择拒拒绝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吧 因为不是保证你告白就能够得到这个回应 对不对 对 然后呢底下就是有一些人他就开始说了 嗯 他就其中有的人就说 如果这个男主角当时是拿着法拉利的这个车钥匙去告白 我觉得这个女的肯定会答应 这个时候我就在底下回他了一句 我说请你不要过度的误化女性 请记住你的母亲也是一位女性 我觉得这是一句很正常的话吧 嗯 你知道他这条评论有多可怕吗 他这条评论已经被两千多个人点了赞 就说明大家很多人都会认同他这个观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社会真的比较可怕 对于女性来说 我觉得这就是中国典型的一个笑贫不笑娼的体现 就是说你如果要是就就像你刚才说的第一点是 就是男男人之间出轨 这都无所谓 这都不会被那个道德批判 但是你如果贫穷的话 你没有钱的话 你就会被别人嘲笑看不起 对 中国这个社会挺可悲的现在 就是笑贫不笑娼吧 而且对于女性有太多的恶意 有没有发现 对啊 因为他们的现在整个在我们周围的人的价值观就是 你只要有钱你就是爷 你没有钱的话 你再怎么努力 你再品德好 那都是渣 对不对 就是钱是唯一衡量一个人的标准 所以才会出现你刚才说的那个 其实我觉得跟网网喷子不喷子还 关系不是很大 还是一个价值观取向的问题 对 其实我要说的是什么 其实这就是一个影子 我主要是想说 就像小叔像你是做这个自媒体的 那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这个自媒体平台的这个博主 他有自己的频道嘛 那每次出的这个内容的话 其实就跟你做了一道菜 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对不对 当然每个人他都有自己说出这个不喜欢的这个权利 但是我觉得在你说出来的时候 请你一定要理智就是客观一些 不要太主观 对 就比方我们有时候发一条微博或者你发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视频的时候 肯定会有很多人去喷清有些东西 对吧 就包括其实之前你发过我的两个视频 那我会看吗 看了底下这个留言 很多人都会支持 都会祝福我 都说挺喜欢我 但是还会有一 就是那么其中的几个人 他会觉得 我觉得艾文森你真的很娘 或者我觉得艾文森你真的长得很丑 都有这样子的留言 其实作业为比较的话 我真的会去骂回去 但是我觉得现在真的是没必要 嗯 因为我觉得就是太玻璃心哈 嗯 真的会给自己造成太多的困扰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大胆的去回他一句 谢谢你对我这么关注 嗯 小树你有没有感觉到 这个自尊心有时候 其实他有好的也有坏的 自尊心太强的时候 就会让你特别特别的累 嗯 是 而且说真的这些天天在网上酸别人的人 嗯 我敢确定他的现实当中活的并不快乐 是 我其实也有酸我的 你知道我以前发了一个那个 穷人睡大街那个地方 然后就好多好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就说 啊 英国英国也有这种睡大街上的 你怎么不说英国怎么着 然后美国那机场上也有好多睡大街的 你怎么不说美国有穷人 我那我现在就反问一句 你给我提供英去英国的机票 去英国住宿 去美国机票 去美国住宿 那么我OK 我也可以去报道这些东西 对不对 就很简单一句话过去了 是吧 嗯 你给我提供不了 那我又不在那个国家 我怎么知道 所以说真的是 就是那些嘴炮们 真的不要再耍嘴炮了 如果这样发行 你要是觉得哪个方面不对了 你可以买个机票来来新找我呀 我们当面约个假 对 你气得 你就恨不得立马冲的那个镜头 对面撕他头发 你知道吗 给他一拳 但是其实你有种想想何必呢 你他的这样子言论 其实并不能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 是 没错 你说的太对了 你看现在 而且我觉得就是明里 就是明事里的人 还是占多数 对 所以说有时候不要去解释太多 你只要知道自己是对的就可以了 好的 嗯 最后我还有想说一件事情 什么 就是你知道吗 所以就得知了很多事情哈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同性恋这个圈子里面 现在有些恶臭的原因 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呀 就是有一些人真的是有些不择手段 而且真的是三观刷进 就是他们会想尽办法去调直男 去骚扰直男 对对对 这个是一直存在 时间久了 我跟你说 对于直男来说 他们就会真的觉得 这个同性恋群体 就是这样肮脏下流变态 因为其实我能理解 每一个同性恋群体 都对于这个直男 有着或多或少这样子的爱恋 因为直男身上有很多 你身上缺失缺少的东西 所以说很多同性恋 都会对于直男有种 真的是迷之的这种爱恋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直男其实有时候也挺恶臭的 为什么 就是直男有时候会觉得 所有的同性恋都想去上他 你知道我曾经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认识一个直男 其实那个直男真的长得相当的丑 又胖又丑又挫 然后呢 他知道我的兴趣向以后 他不止一次的告诉我 他说你是不是想睡我 你知道吗 我当时 我当时因为是朋友嘛 我还给他留意面子 我说的真的你想太多了 我们这个圈子首先第一个 你的这个身高 你的这个颜值进来 你就在这个圈子混不下去 第二个 我觉得你是哪来的自信 觉得同性恋 任何同性恋都想睡你 我不知道你这个自信是哪来的 我告诉你 同性恋比女生还更挑对象 所以说像你这样子的没有女朋友的前提情况下 同性恋也不会喜欢你 谢谢 节目的最后麻烦帮我再蒸一下 蒸个有吧 蒸个有 你的蒸有对象要求是什么 没有这个地方帮我做个特效 这个地方是我的微信号 然后从这个苹果这个地方过去 好吧 你再来一个 你再比我一下 其实我说真的 就是做了两次节目 其实有很多人加我了 但是其实说真的 有条件 就是这个条件当然不是说物质 就是各方面条件有挺不错的 但是其实说真的感情这个东西 并不是说条件很好 觉得走到一起 所以说关键还是看缘分 所以说这个缘分还没有来的情况下 我希望小叔 拜托你 我的这个终身大师就得靠你了 好的好的 没问题 嗯 然后我喜欢什么样子的 就是年纪不要太大 超过40我得认真考虑一下 然后呢 可以不在同一个城市 但是首先呢 你不能结婚 这是一个重点 你不能结婚啊 然后就是你有自己的这个个人生活 然后你为人正直 成熟稳重就可以了 那可以先从普通朋友好朋友谈起也可以 对啊 我们先从普通朋友开始 或者说就是人家就是单纯想跟你聊一聊天 但是也可以吧 对吧 对也可以也可以 你知道我最怕是什么 加了微信不说话那种 不要来加多 嗯 对对对 有的人可能就是想 就是仰望你 就是有时候看看你 有些人你知道吗 就是想窥探一下你的生活 对对对对 那还是算了吧 是吧 对 好的 OK 那就这样 然后祝大家 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吧 中秋节快乐 国庆快乐 哈哈哈哈 对没有 好 guarante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